哎呦 what up 这里是萨拉包 沙拉包 这个视频是我从上家公司离职前最后一天拍的 可能是我身后的玻璃太舍不得我 以至于在我走之前 它突然自爆了 截至到今天 我已经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aka无业游民 已经整整四个月了 很多观众都很好奇 我不上班的日子里 我都在干嘛 这就是我作为 自由职业者的生活 我想象中自由职业的状态 应该是每天睡到自然醒 当然自然醒不是说睡到12点钟 然后悠闲的泡个咖啡 吃个早饭 开始美好的一天 但实际上是每天赖床到中午 不吃早饭 扒拉两口外卖 开始堕落的一天 是的 很不美好 但现实就是如此 但自由职业不是失业 我依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虽然我并不将自己定义成全职up主 但其实我生活中占比最多的部分 还是带在家里 写稿子 拍视频 剪视频 虽然我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衣服 多到真的衣柜里 已经放不下了 但是在家里面 我最喜欢套一件卫衣 当然 平常肯定不会戴帽子 拍视频需要而已 虽然拥有睡懒觉的自由 但除此之外 自由职业一点也不自由 它意味着你没有固定的收入 没有同事可以插科打混 没有机会可以带心如厕 你不得不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一台相机 一台电脑 不停地换衣服拍照 拍视频 修图 修视频 便是我生活的全部 幸运的是 因为大家的支持 我的频道发展很迅速 我的努力也算是得到了回报吧 但说真的 淘宝和外卖真的太过于方便了 以至于我每天24小时待在家里 生活太过单调 吃外卖吃的嘴巴都烂了 我开始出门寻找自由职业 应该有的自由 我现在要出门去参加一个品牌的活动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的频道可能都是以一些潮流啊 服装啊 这些东西为主 然后大部分的像潮流品牌或者运动品牌 他们有新品发布 都会有一个新品发布会 而且他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 砸起砸趴的一些品牌活动 之前的话 我是从来不参加这些活动的 但是现在的话 只要 只要有条件 我都会尽量去参加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实在在家里憋得太慌了 你们要试一下 在家里一个月不出门 你们就知道了 第二来嘛 是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啊 平常穿衣服都是比较简单简约基础的款式 一道这种潮人汇集的场所 无论是男男女的都会穿的 花花绿绿 画之招展的 所以像这种场合 我就会选择一些比较亮眼的衣服 就比如说像我今天这样穿了一件 Puma的亮色羽绒服 它是这种 荧光绿加白加蓝色的一个雪碧配色 非常亮眼 亮眼的好像 我感觉相机里都有点过曝了 毕竟还是有点小小的虚荣心 不希望自己穿得太普通 然后埋没在人群里面了 当然 除了这些活动以外 我还参与了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例如 给品牌拍lookbook 和那些以前在荧幕上才能看到的人 面积 聊天 和其他up主 以及潮流媒体合作拍视频 假装是时尚人士参加时装周看走秀 我的秀场外面 也拍了街拍照 我体验了太多 从前在办公室里 所体验不到的事情 我想 这才是自由职业 最大的魅力所在的 生活在迷茫的同时 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说真的 要么不出门 一出门我每次就去上海 因为90%的活动 基本上都在上海举办 上海肯定是一个 好地方 时尚 又繁华 而且生活也很方便 但是自从我8月份去了一趟新西兰之后 我发现 我体内的野性可能被打开了 户外突然对我有了极大的魅力 当然 城市有城市的dress code 户外也有户外的dress code 我心中的户外穿着三要素 其实非常简单 渔夫帽 迷彩 双肩包 渔夫帽和双肩包 都已经安排上了 就差迷彩了 因为今天下了一点雨 然后现在杭州天气也稍微有点冷 所以我穿了一件 PUMA的迷彩羽绒服 鞋子的话 我就是选择了这一个 PUMA的Terence 它其实不是一双登山鞋 它是一双休闲鞋 但它长得很像登山鞋 就把它假装当一双登山鞋 问题还是不太大的 而且其实我只是假户外 这个山 爬两步就到头了 其实以前上班时周末我经常去爬山 去做一些户外活动 但是反而是现在做了自由职业者之后 越来越少去户外 多了自由发挥的时间跟空间 但是却丢掉了周末的概念 每周七天都是工作日 我甚至都不知道今天到底是星期几 但是每天都去户外爬山也不太现实了 所以偶尔可以打打篮球然后下楼运动运动 我倒不是想成为什么肌肉猛男 只是眼看着这个皮肤一天比一天松弛 脸一天比一天大 我毕竟也是个整天在视频里面抛头露脸的人 我觉得形象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不过冬天晚上出门打球还是挺冷的 而且晚上也不管什么穿搭不穿搭的 所以我就直接套了一件 长款的PUMA羽绒服 整个套在外面 凹暖最重要 我去 今天竟然没开灯 不过没开灯也没关系 球还是要打的 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 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个人练习生 喜欢唱跳rap篮球 这大概就是我作为自由职业者生活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的生活很丰富 但其实我90%的时间都待在这个二三十平的小房间里面 如果你觉得我的生活很无聊 我又收获了太多太多作为上班族所不能收获的见识跟经历 但无论你觉得我的生活是有趣还是无聊 至少我自己对我目前的生活非常满意 可能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生活状态 但是我能做着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能做着我自己真正想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那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麻烦放我点赞 投币 转发 收藏 三连一波 我是沙拉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 是用双十一的快递袋做的